所以 需求是這樣,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一個地址 把它變成一個完整的地址 那一般完整地址是怎麼樣的 前面三個我想沒有問題 106就放前面 台北市市圍路 那幾段 幾項 幾弄 幾號 幾樓 那這部分的話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裡面是空的 那就不會有 上面的東西 那如果裡面有這個,裡面有資料的話 那就會必須要標題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我們要怎麼樣可以 做出像這樣,最後這邊會有一個什麼呢?有一個地址 這個地址的話呢 就是有幾種方式 首先第一個我們可以用那個 所謂的那個函數的方式來做 還有用 第二種方式我們可以用那個 VBA的方式來做 那第三種方式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用自訂函數來做 那有,至少有三種以上的方式 那我想各位先試著 就是 思考一下 看看 這個地方怎麼樣 可以組 把這個 組合出來的話呢 就是前面的這個地址 加上 這個沒有斷 這個沒有斷 就是54項 三弄 387號 11樓 的一個地址出來 好,那方法很多 我想這個地方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那 這個地方就是要避開 如果你裡面是空的話 那就不需要上面的標題 OK 做法上面的話 我是比較建議各位用那個公式裡面的這個 有一個所謂的什麼呢? 名稱官 名稱 那名稱其實用的非常普遍 為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用名稱的話 你可以縮短那個你的範圍的定義 你不需要說 還要給他一個範圍 其實你給範圍很容易就亂掉 但是你給一個名稱 直接按F3 比如說呢 我們斷 就是斷 你就直接輸入斷 它就是 指的就是什麼? 就是F欄的相對應 相對的一個 出售的位置 OK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思考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解這個部分 首先的話 這地方要怎麼樣合併 我想第一個 我們把名稱定義起來 那名稱定義特別注意 我前面有講過 其實如果說每一欄你都要定義的話 基本上 這邊有一個從選舉範圍建立 那選的時候特別注意就是說 如果用名稱 定義名稱的時候 不要選到欄的部分 就是上面的欄位名稱 如果但是如果你是從選舉範圍 選的話 你就要把欄給選進去 為什麼呢 因為 從選舉範圍建立的話呢 他會自動去偵測你頂端列 是不是欄位名稱 那如果你定義名稱的時候呢 他會自己跟你要一個名稱 也就是說如果你 這個名稱裡面包含欄位名稱 他也會把欄位名稱 放到你的範圍裡面去 就容易產生錯誤 這一點要特別的注意 那我們來試一下 首先的話呢 因為我們要從 選舉範圍建立 所以第一個我們把 把油壓放在B1 B1部分 那姓名的部分